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环球汉语2月份的直播节目 欢迎大家来收看环球汉语我们的直播活动 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讲一下环球汉语的主持人韦老师 在优代米的网站上面开通的一门汉语课 首先呢先介绍一下韦老师为什么要开设汉语课这样子的活动 韦老师呢是母语就是讲汉语的 当然除了汉语之外韦老师会讲很多种其他的语言 也包括英语在内 那么这一堂课呢叫做Start Speaking Fluent Chinese From Ground Level 汉语的名字是开口说汉语大胆启航 这是汉语课的最基础的基础篇 那么这一堂课呢是适合没有学过汉语的外国学生 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 韦老师呢是母语就是讲汉语 那么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以为呢中国只有汉语这一种语言 那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完全是很偏很偏面的一个见解 中国呢地大物博人口也非常的多 而且人口的民族成分和语言成分更是千差万别 如果你是有机会到中国去的话 你在去中国之前你很可能先好好的学习了一下汉语 比如说你上学去学汉语课那你肯定好好的学习了普通话 但是你要知道到了真正到了中国的话 成人里面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讲普通话 甚至可能比例更低 因为普通话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生来就会说的一种语言 普通话是现在的学校里面学习汉语的 现代汉语的口语的内容呢是完全学的是普通话 但是前提就是你必须上过学呀 中国现在的总人口里面仍然有3%的成人人口是不识字的 那如果人家没有上过学的话 他从小到大一直讲惯了的那种汉语 那个叫中国的方言和普通话完全不一样 所以的话如果你是学过普通话学过汉语 然后到中国去旅游 你跟当地人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对方是讲的是汉语 可是对方讲的汉语不叫普通话 跟你讲的普通话差别相当大 你可能听不懂人家说的话 人家可能也听不懂你说的话 好的话题再回到我们开通的 在优待语网站上面开通的汉语课 那么我们的大胆启航的课程呢 是教从来没有学过汉语的外国人 学习普通话 我们呢会教你怎么样念拼音 我们的拼音字母 还有呢用各种拼音的词汇 拼写出来的单词 在除此之外呢 学习拼音的同时 我们这堂课大胆启航的课程 也会让你有机会学会阅读汉字 有一些外国的学生可能会觉得 我要想学汉语的话 我只想学会能听得懂 能讲得出来就达到目的了 那么你呢是因为外行啊 你从来没学过汉语 所以你很天真的以为 学汉语只要学讲和听力 就完全没问题了 这是一种很片面的想法 其实我们在学习汉语的时候 不管你是本族人 还是外族人学习汉语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都强调 学习汉语其实最重要的一部分 或者说最基础的一部分 是在于汉字要能认得字 也就是学习汉语的时候 我们很强调的一个学习内容 是识字 学文化的这个部分 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强调 怎么样把汉语说出来 很可能呢 在你学习的过程中间 很多学生有一个体会 就是学汉语的时候 学了认字 能够阅读汉语 这个时候呢 再去学习怎么样 说开口来说汉语 再去学习怎么样练听力 能够听得懂 能够更好地理解汉语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能够阅读汉字的这个技能 是一个很必备的 是一个必须要先掌握的一个技能 等你学会了汉字之后 认得字了 然后再去学这个读音 会事半功倍 学得很快 所以我们在开设大胆启航 这门汉语课的时候 我们会注重阅读 和练习口语 所以我们是两种情况 都要并重的 我们在学习汉语的时候 先要认这个字 看着这个字 然后再念这个字的读音 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学习汉语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优待米网站上面 我们已经开通的一门课程 叫做大胆启航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优待米的网站上 可以免费浏览 十分钟的课程内容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到网站上去浏览一下 这堂课 这堂课您在输入关键词的时候 可以输入 Start Speaking Chinese From Ground Level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汉语节目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